从1972年到1997年 夏先生用了这25年的时间 因为这事情发生在1972年的 到1997年 25年的时间呢 他不断的和JPM的官员来来去去 一直在处理他公民权的问题 但是始终都没有被批准 最后一封那个信件来的呢 是内政部 所发给他的信函 是9月30号1997年 发给他这个信函 这个信函呢 他的referent number也有了 我看那个不需要 有药袋给我拿 那么他被告知 很奇怪 他去到时候说不能 因为你的东西 我的扣立了 他的那些文件 他被官员告知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条 这一条规矩啦 说你不能够申请 要13年过后 你才可以第二次的申请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条规矩 如果有这条规矩的呢 我们一个大马工作队要严厉的 我们要查出是哪里一个官员讲的 我们要首相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交代 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一个马来西亚 我们要一个很公平的政策 不要说人家不认识自跑去的话呢 就哇又说13年后 人生有多少个13年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么 后来夏先生 他又去办理这个身份证 身份证 刚才是讲到那个公民钱的事情 先讲到这个身份证 他有身份证拿在手上 8月17号1997年他去换 他去换身份证 要换那种所谓的青色的对吗 那青色的那种有一种 蓝的勾不是有一种小小这样 没有青色的 那是结红色的 不是 我知道你是结红色的 就是我们那种所谓的公民钱是小张的 不是所谓的你这一种嘛 之前的嘛对吗 不是这一根的 之前的那个的 我们安山公民是有点带着轻敌的 他们的是红的 因为是PR嘛 就是永久居留嘛 那么我们看为啊 就是这个啦 这种啦 这个应该你们都有 赵岩是肯定有啦 这个有拿过啦 你们年轻的我不敢讲 可能你们年轻的是这样子 对不起啊 我们是same age 这样也不用赞记者 会赞记我的嘛 这个不用写的 OK 那么你看啊 他去申请 我们多么去申请的时候啊 他会马上给的 那时候他是给一张纸的嘛 就是temporary的嘛 temporary一张纸呢 8月17号96年 他去的时候 12月17号96年 4个月的时间给他等 就是说 97还是96 sorry 8月17 96 他拿到了那个 这个他拿去换 那时候就拿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temporary 他有一张temporary receipt给他的嘛 4个月 就是说 12月17号96年 就好了 你就来拿吧 那么到了时候他又去拿 他又跟他讲 身份证还没有好 又叫他等 又extend他到 another 6个月 30号6月97年 extend了6个月之后呢 他又去 sorry啦 不用笑 还没有好 所以呢 又extend到他 6个月 30号12月97年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了 那时候 OK 我们的夏先生问官员啦 OK 30号 12月30号 12月30号97年 OK extend了多少次 夏先生问官员 Apasar Lomba 问他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出道 他跟他说 你的这个资格已经被取消了 你的资格被取消了 什么资格被取消了 他的公益权的资格被取消了 所以他身份证也不能够领啦 他说你要回去 在5月18号1989年的那个办事处 你回去找他们 他们会告诉你原因 你再给大家什么意思吗 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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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夏先生啊 他问 为什么你们一直在 extend我的身份证没有给我 官员给他的 answer 是这样 官员说你回去 这个 这个 处理这个 JPM 这个 这个 bahagian bahagian 做这个 公民权的 baha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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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他们说在 18号 5月1989年 已经有出了一封信 就是说取消他的公民权 这张东西 但是 因为夏先生 他没有收到 他搬家 搬家嘛 他都不懂嘛 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 所以呢 现在 他的重点是在哪里 他所给的重点 这位 这个所谓的 这个 处理这个公民权的部门 bahagian bahagian 的部门 就是内政部 所给的重点呢 就是说 夏先生 给的文件 是假文件 假文件 这个是对他是一个很不公平的 其实这个全部从头到尾 我们研究回他的case 根本都不是发生在他们的问题 这是官员自己写错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在Dato 理智亮的 配合下 帮助下 能够把 尽量去把这些资料找出来 肯定有那个资料在里面的 慢慢去找 几十年都会有的 所以怎样的话 我们马华 怎样怎样 我们一定要帮这个夏先生 给他拿回他的 应应该该拥有的公民权 这是我们马华一个大马公民 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 我们再看回他的太太 他的三位孩子 他的孙 全部都是大马公民来的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也是在1997年的政策独立之后呢 虽然从中国移民过来 也是拿到马来西亚的公民权 他本身在这边 今年已经63岁了 63岁了 住在这个国家 他说他爱这个国家 63年了 他完全没有犯过罪的 他的case是干净的 这样的人 我们以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 我们不可能不帮这种人的 我们一定要尽量去帮他了 所以我就希望你们 各位报界的朋友 尽量把这个东西放大一点 这个课题 好让我们容易去办事 希望你们可以的 就夏先生 我讲一些东西 父母亲不是中国人 他是本地 还是本地人 还是本地人 这个活动错了 我还以为是中国 不是中国本地人 还是本地 本地人